马儿闹脾气在路上跟主人僵持不下 在高雄阿联区大岗山 有一名男子骑马回家途中 马儿突然就发脾气 不管主人如何地拉住缰绳 他就是不肯走下坡 不断地在马路上绕圈圈还倒退路 差一点就撞到了行径中的车辆 就这样僵持了半个小时 才顺利地下山回家 男子气着马儿在路边散步展现英姿 但就在要下山回家时 马儿开始失控 不肯回家 马儿转身想走回头路 不管主人怎么拉缰绳都没有用 不是在原地绕圈圈 就是逗退路还差点撞到车 在马路僵持不下 主人也不敢太强硬 怕马儿不受控制发生意外 只能不断安抚 就这样僵持了半小时 马儿这才愿意乖乖回家 平常歌姓其实很温选 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突然不走了呢 到最后他就拖鞋 配合我 骑过去那一条路 据了解这匹马儿是两年前 四主花了一百多万 买下来的德国混鞋马 平常待在家 假日比较长 跟着主人出门 当天在大岗山自然公园山脚 马儿突然闹脾气 不肯走瞎拨路段 训练师说马匹是敏感动物 不管环境变化或是路上的人车 都容易让马儿紧张 建议带出门前要先经过训练 只是如果妨碍交通会被开罚 依据大陆交通管理所条例规定 动物于大陆上奔走 妨碍交通者 处行为人或所有人 六百人以下是罚款 好在这回 人马对峙没有酿成车祸 只是想要遛马 还是找个安全地方 毕竟没人能预料 马儿哪天又会突然失控 记者先许先荣 高雄参加报道